这次台风很多地方都淹水 那比较特别的是在有康区的昆山科技大学这附近 这次没有淹水 或许有人说雨量不够大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黄伟泽当市长的时候 这边有做一些改善工程 那最大的改善工程呢 当然就是抽水站 还有把那个山爷公西啊 把他的两边 把他架高 把他垫高 这个才改善了这个盐水 台风当天我来到这里拍摄的影片 接下来就用影片来做介绍 好久没看到这条螃蟹沟的水量 会上升到这么高 那拍好 那如果这上海啊 就是昆山科技大学在这里 会上升到盐水 就是因为这条螃蟹沟啊 水会上升 就先看起来 那有看到前面一个盐水 这个当他如果满过那个地方啊 他会自动放一些 谢谢 谢谢 可以看到他的基础率在运作的声音好 那这边还有一个盐測器 可以看到他的水位 这就是抽水站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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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大量的抽 接到的水 抽到这个大排上 那水位呢目前来讲 还OK 还没到爆满的地方 如果淹过这个啊 之后啊 这个地方啊 开始会淹水 以往这一带都会淹水 那现在以这个抽水站之后啊 改善了很多 正常以这种雨量的以往 在这边呢 都会淹水 可以在今天 台米台风 来到台湾的 今天刚早上 今天才会 在台湾的 台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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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大家会去吧 台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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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